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chcheng談賽馬的時間 今天較早時段已經上載了Nechcheng馬膽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完這段影片 如果大家未看Nechcheng馬膽 記住看回 這段就是Nechcheng冷卻 近兩次都沒有放Nechcheng冷卻 因為都沒有特別的心水 因為兩次都沒有Nechcheng冷卻 這次一定要量一點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次和大家帶來兩隻冷卻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頻道的朋友 都熟口熟面的 有些馬我們看看 這場冷卻就快手一點點 第一個場次選第六場 第六場冷卻我選四號喜連衛星 隔夜現在有十倍開外 十倍開外 這隻馬中逸禮騎其實 兩次上名 前將和大前將都是中逸禮 上次配放人星反而 就不是特別好的效果 也都 直路衝入了馬林 就跑得不是特別好 前場填草千四 都是同一個路程 他就實不當 輸給一鋪中華 美之妙 水準 絕對不低 我覺得這場 直路穩位也有些資助之下 湧上我第三 其實 跑得不頑 剛才說過 霍雲星那場 可能就少了10磅 又直路穩位也不太準 回到輸34分三的馬位 算了少少 這次又回配中逸禮 當位就比較差少 13磅 看看怎麼發揮 這隻馬如果 走位制圓不是特別差 報速不是特別慢 走位也不是太過 太過 垃圾 應該 湧上來一定會近 看看 是甚麼情況 這場還要比 前那場 中逸禮 填草千四那場 減多2分 私家363檔 大家都抵抵了 不過 有底質的馬 有能力的馬 這個分數完全沒有問題 冷卻一定會預計一致 在這裏講第二場 冷卻之前 講下一些 分析計劃 受付費委員分析計劃 有Whatsapp 臨場分析計劃 Whatsapp 臨場分析計劃 每一場之前 都會講一些語音分析 以及一些投注建議 但未必各個人適合 這個臨場分析 因為星期三晚你上班 星期六日 你可能是 家庭日來未必可以坐定 聽我的分析 以及看我的投注建議 所以 Youtube賽前會員分析 就非常適合你 很厲害會員純支持 多年來的 馬膽冷卻 高出賽馬 備忘馬 很厲害會員純支持 加海外馬首選次選付選 接下來 6月18日 閃電錦標 沙地杯 等等 都是 海外賽馬日 如果大家想 把機會 很厲害會員 支持一下 超厲害會員純支持 開馬首選次選付選 以及冷卻優先看 如果大家是超厲害 或極厲害會員的話 你星期六 由眼上已經看到這段影片 如果大家 不是會員 我可能要去到 星期六十二點半 才開放這段影片 所以 早買早享受 早看早享受 慢慢量度 看看是否正確 所以一定要支持一下 極厲害會員純支持 開馬首選次選付選 冷卻優先看 還有 賽前所有場次 所有馬匹我都會計分 如果大家有 看直播計算 都知道這些分數 是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第九場 第九場 選擇 七途合火精英 隔夜 8-10倍 但臨場 可能 落得很厲害 不知道 看看情況 但我覺得 這隻馬 長長都有人 長長熱 也不是 前一場 稀威心 比較冷 但是 他又不是輸得好遠 每次都要忍仍一個人 昂貴初80分 上季應該要贏馬 贏到現在還未贏 上季是連続 短馬投位 頭位 qui在前輸 已經在過了 搞到現在都未贏 現在去到70分 香港以來的身低 我們看看上場的賽事 直路 何宅耀是 我也不能說他特地 比較柔弱 但他確實是柔弱 有些原因 我們先看看環境 不要看直鏡先看橫鏡 最外轉彎當然是虧的 但當時中外當充沒有大問題 走的路線沒有問題 但他一早的彎位已經虧得比較多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大家進來 現在這幾下 騎下去好像有點欠勁 現在左邊打一下 然後轉反手邊 然後轉右邊 打兩下左邊 然後轉右邊 然後轉右邊 最後好像不覺得他很欲緊 我們再看一次 飛慢鏡 左邊 轉右邊 轉右邊 為什麼要轉右邊 可能有輕微少少少內閃 但真的很輕微 不需要你轉右邊 打到最後幾下 都是很自由的 我們看看直鏡先 有沒有直路 好 準備打左邊 現在搞了很久 左邊第一下 第二下 然後再轉 轉正手邊 然後無法拉 可能有少少少內閃 那些不是打的 這些不是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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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條直路 你覺得他不算太過欲緊 可能因為內小問題 還是其他問題 都好 總之不是很欲緊 這次跑得很近 這次減多兩分 對手 除了一隻大熱門 和全族羊之外 你說對來對來 也不是很厲害 十當 沒有問題 那些馬十當 都是外踏走的 看看這場有些配備變動 有個眼罩 看看會如何發揮 選擇這隻馬做眼腳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和我分析 如果喜歡的話 就給我讚我 和分享這段影片 給朋友看看 宣傳的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 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 都可以在這段影片 下面留言 留言 我都相當高興 大家多留一點點 我回覆多點 Youtube就會知道 我這個是非常多的頻道 他會分拍我的影片 並有更多Youtube網民看 更多Youtube網民看 看到我自然的view數上升 從而來 我非常微博 的廣告收入 再增加多一點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最後 希望大家來到我的Facebook page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參加這個WhatsApp 林祥分析 可以來自訂Post 或留言 我會盡快覆盡 有關林祥分析的訊息 給你們看 在裡面再參與 或者你按這個 在裡面 我會看到 如何聯絡我 去一些 關於林祥分析的訊息 希望大家來到 Youtube網民看 並且訂閱 或者訂閱 免費訂閱加 還有按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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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